好的 繼續我們今天遲了的如是我聞 對不起 我今天早上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延遲到今天的黃昏 就是香港時間的早上就跟大家見面 今天仍然要講就是毛術 毛 上次我們已經講了中國的毛 中國的毛講到皇帝和雌尤大戰在獨陸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大戰最後的結果大家都清楚了 在小學的時候也有老師講過 近代的解釋就是雌尤是泥族甚至藏族 有很多人認為他是苗族 一個族群的名字入於少數民族 你知道在中國語言不相通 或者膚色有少少不同的五官有少少差別 他就當作不是漢人 不是漢人呢?不要緊 但是漢人會歧視他在古代 當這些少數民族是萬義的 他們的文明進度的進程是慢一點 但是也有他們的民族的風格 有民族的特色 現在少數民族抬頭了 大家都知道56個少數民族和漢族應該和合相處 大家共同建立一個祖國 一個中國 在這個關口 王德雷的大戰 可以說是漢族的民族領袖 和少數民族領袖 率領兩族人展開一場生死決戰 在這場大戰裏 當然古代深入了很多神話 例如說 當時的天氣是相當之惡劣 被蠶油放毒氣 或者放了山藍漿氣 使得整個戰場模糊一片 利於這些蠶油的萬族進攻 皇帝所率領的軍隊 都麻無頭緒都不知道哪裏是頭 真的陷入一個混沌的境界裏面 但是皇帝相當之聰明 這個所謂民族的領袖 可能是超過一個人 他聰明到可以知道 磁石是有南北兩向的定位 那裏做了出來 就叫做指南區 有人讀指南車 用磁石來洗到那個手 車上的人的手指向南北 南北定位之後 就可以定位東北 東西 於是便別方向 不怕大霧迷離 仍然可以掌握到地營方向 最後呢 就戰勝了這場戰爭 這場戰役 那麼 雌游打敗之後 就說他落方而逃 從此就躲在深山野嶺 又是被皇帝的子孫 就是漢族能夠統治這些地方 話雖如此 但是呢 再用常識去想想 除了便別方向定位之外 那打仗呢 就不是那麼簡單 中間呢 包括了 有型的 就是他的武器 裝備 陣型 無形的就是他的士氣 陣法 以及他的戰略 這些呢 都是可以戰勝的原因來的 似乎呢 沒有特別說到皇帝 是這一族人用什麼的戰略 去打勝自由 只是說他呢 發明了指南車 或者指南車之後呢 能夠呢 能夠呢 識別了方向 定位 然後呢 在大無離慢的之間呢 可以呢 戰勝了這些 這些小數民族 我想呢 在現在來說呢 是 不足夠的 那麼 也有很多呢 講法的 那麼 我們呢 嘗一下呢 就是 當時再分析一個 這樣的情況 但是 今天仍然講呢 就是講這個毛 那皇帝 算不算一個毛呢 那麼 在廣義來說呢 這個毛呢 並無貶義的 很中立的 那麼 這個毛的 這個毛呢 性質呢 我們說過呢 可能是 醫學 可能是 占卜 可能是 甚至乎 政治的領袖 都可以稱為 占毛 在那個年代呢 中國呢 這個毛呢 是 不只沒有貶義 可能還有 報義 那麼 山海經裡面呢 會 見到 十個 十個 這個 巫師 他們呢 都是 爭取 人定勝天 這個 這樣子 的 宗旨 去 幫助到人的 那麼西方呢 剛剛呢 嗯 從這個 毛字呢 結了一個 很大的 恩緣 因為西方呢 有 宗教的關係 在 基督教 就是 耶教 能夠成為了 羅馬 帝國的 國教之後呢 一個公園 大約是 三世紀 四世紀 四世紀 的時候 或者是 更加 這個 稍為 長一點的時候 那麼 這個 羅馬 是一個 怎樣 的國家呢 它 一個呢 相當 洪武 而且呢 它戰爭 的 戰備能力 是相當高的 一個 國家 來的 它能夠呢 使得呢 整個 歐洲 大部分的地區 尤其在地中海為中心的邊緣地區 現在呢 就是羅馬 希臘 歐洲的 法國南部 還有西班牙 北邊的 非洲 就 現在的 摩洛哥 利比亞 以及 埃及 巴巴 去到現在 所謂的 蘇伊士運河 或 以色列 猶太地區 這些地區呢 都是 羅馬 帝國的 屬土 甚至乎呢 它的 遠征軍 可以去到 英國 那很簡單 大家如果去英國 旅行呢 就可以 不妨去 巴夫 這個就是 洗澡的字 轉過來 去 探一探 你會發現呢 在巴夫裡面呢 還遺留了 羅馬人最喜歡的 一種 浴室 那時候的浴室呢 已經是 有 暖水 公營 它有儲水池的 不順利自己去看 那就是說 它的勢力去到的地方 很遠 很大 有一句說話說呢 叫做 《條條大路通羅馬》 那羅馬呢 就是 當時的一個 很繁盛的 羅馬帝國的首都 也是今天 意大利的首都 好 那大家呢 如果去過意大利羅馬旅行呢 也會發現那裡 很多古蹟 其中呢 大家必去呢 就是那個鬥獸場 李小龍呢 曾經跟對手呢 在那裡決戰過 那當然呢 是 搭出來的 是那個景 但是呢 都是利用了那個 那個名稱 那旁邊呢 就是一個 羅馬當時的 首都 的 文化區來的 很多建築 現在還在 發掘中 聽聞呢 在羅馬建設 它的地下鐵的時候呢 是 困難重重 因為 挖到 今上下呢 它又會出現到 一些古蹟 又要考古學家呢 去 歷史學家去考證 和判斷 都不是那麼容易 建築成一個 這樣樣的 地下鐵 和香港啊 發現了那個 宋朝的 穿落 在宋皇台附近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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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西西的 那樣呢 就將它 清理了 那其實呢 這個是 證明了 香港 當年呢 在 宋朝的時候 宋朝大約那個 這個概念呢 就是 一千年以上 已經呢 有 居民呢 在附近 在這個 宋皇台附近呢 的地方呢 耕種 和呢 打雨 或者甚至乎在那裡 開了一個很好的 繁盛的 市鎮 那這個呢 有待呢 考國家繼續呢 去發掘 我希望呢 他們發掘的更加好東西啦 其實呢 在我來講呢 這些 這樣的資料呢 由勝於 開一條地下鐵 這個是我講的 好了 又講回毛呢 當日呢 這個 羅馬帝國 因為 他是信了 基督教 耶教 所以呢 在他教義裡面呢 世界上是有神 有他敵對的魔鬼 這個魔鬼呢 這個魔鬼呢 根據他們的經典 來講述呢 是一個光明的天使 叫Lucifer Lucifer Lucifer呢 就 因為 妒忌 人 更加 比他高級 或者比他受到上帝的恩寵 所以呢 他呢 妒忌心呢 引致到他作法 他領了三分一的 其他天使呢 去軍隊 這個 聖經 猶太教的 書籍 都講述呢 這個是一個 帥仔來的 很美麗的 很英俊的 天使長 他呢 居然呢 夠膽將他的主人 就是上帝 王國 天上的王國 想推翻 他自己想做 因而呢 他被打落去 世界之上 他率領的三分一的 天使呢 變成魔鬼 那麼 我們 通常有一個字呢 形容 這個 Lucifer 叫做 撒旦 那麼 有幾個說法 撒旦呢 是一個 官階的 名稱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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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信教與不信教人呢 都 要 研究究竟 這個 魔鬼王 他的魔鬼王 的來歷 為什麼呢 呢 因為所有的邪 壞 壞 我們說 壞 壞 全部 入了 撒旦的數 怎麼入法呢 我們呢 今天暫時呢 第一段 說 第二段呢 說到 耶教的 毛的時候呢 我們 詳細的跟大家 講 說 第一段 完了 謝謝